各位同学 欢迎回来 在上一部分当中呢 我向大家介绍了 在1937年 日本全面侵华爆发前后 美国对中日战争的一些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 美国总的来讲 是对中国 同情 但是不能有任何手段 刺激到日本 一再注意这条底线 不可以触及到日本的底线 那么采取了一些 这个非军事手段圆滑 经济上的金融上的等等 那么对日本呢 美国又采取了 非常实用主义的态度 虽然担忧日本的侵略扩张 可能会改变东亚的秩序 那么另外一方面 为了解决自己严重的经济危机 1937年 1938年两年 美日贸易又取得了 异乎寻常的增长 但是这种奇怪的状态 是不能维持下去的 这样奇怪的状态 实际上是存在前后矛盾的 因为日本侵略中国 它就是要改变远东地区的秩序 那么必将为美国所不容忍 中国抗战打得虽然很艰苦 但是长远来看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所以美国要调整政策 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 我们就向大家介绍 通往珍珠港之路 那么从1939年到1941年 美国在中日关系方面 在整个抗战方面所起到的影响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讲的是 援华抗日 对于我们看来 援华和抗日那是一件事 那支援中国就必然对抗日本 但实际上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美国首先对中国进行了支援 上一部分我们提到 同油颠锡贷款 同油颠锡贷款 一方面可以视为 美国拓展经济影响 试图把中国纳入到 它的经济版图当中 这也是利用欧洲战争 即将爆发 以至于爆发这个时间段 那么进行的这个行动 那么对于这个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也确实是帮助中国抗战 对中国提供贷款 防止国民政府彻底崩溃 可以说美国 同油颠锡贷款开始 援华的政策 开始逐步的明朗 那么随着英国 一步一步的绥静 美国态度转的明朗一些 另外呢 随着汪精卫 在南京建立的汪伟政府 美国也表态 不支持汪伟政府 只承认在重庆的国民政府 那么可以说 美国到这个时候 援华的态度已经明确了 对于中国来讲呢 我们36级上讲 敌以名 有未定 敌就是日本 已经明确了 有未定 美国还在考虑 那么中国的策略呢 叫引有杀敌 希望美国能够参与到中日战争当中来 但是作为美国也没有那么笨 说直接你让我来 我就来啊 那不行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看到美国的态度 就相对微妙一些 一方面想对日本 采取一些遏制的手段 另外一方面又要考虑到 不要惹怒了日本 或者说 如果能用非军事手段遏制日本 那是最理想的 前面我们讲 先用非军事手段 支援中国抗日 那么现在又想 试图用非军事手段 来遏制日本 那么美国的想法是不错的 可是一系列的事情 改变了这个结局 那么我认为 援华到抗日 美国这个转折点 发生在什么地方呢 应该是1940年的夏天 日本开始进驻 印度支那的北部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1940年的春天 和春夏之交的时候 那么德国在欧洲 发动了闪电战 先是对北欧的丹麦 挪威两国发起进攻 解决了进攻欧洲国家 西欧这几个国家的侧翼 随后 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 这几个低地国家 被德国占领 紧接着 德国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不到一个月 击败了法国 欧洲陆军第一强国 就这样容易的被打败了 那个溃败速度 远远的超过了 当时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的拜访 那么英国 和一部分法国军队 冬克尔赫撤退 败逃了 德国瞬间取得了这样的胜利 日本实在是被刺激到了 那么后来 日本有一些 这个史学家 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道 德国的胜利 就像酒精一样 刺激到了日本 那么让日本觉得 抓紧时间 赶快把这公交车抢上 如果上不了这班公交车 那将得不到一些成果了 那么日本怎么样采取 搭公交车的办法呢 既然法国 比利时 荷兰 卢森堡 丹麦 挪威 这些国家 纷纷败亡 那么该是日本 轻而易举的 把这些国家 在远东地区的属地 变为己有的 大好时机了 那么这些个国家里边 在远东地区有属地的 主要是 法国的法属印度之那 和荷兰的 和属东印度 那么法属印度之那 就是今天的越南 老挝 柬埔寨三国 和中国相邻 那么日本 如果能够进驻 法属印度之那 可以说一举两得 一方面 进一步的断绝 中国 外部的援助 因为我们看 从中国的云南出发 有两条国际线路 一条是向东南方向 到越南的海防港口 我们把这条路线 称之为 滇越铁路 那么 关于滇越铁路的问题 这个 我们在跟法国 与中日关系当中 会讲到 那么 日本 占领印度之那 北部 有一举两得的作用 一方面 印度之那 北部 与中国的云南 广西两省 毗临 占领了这里 可以直接 切断中国的 海外援助通道 那么 进一步从南部地区 合围中国 那么我们知道 从云南的昆明出发 经过越南 直到海防港 这一条线 称之为 滇越铁路 那么滇越铁路的内容 我们将在 法国与中日关系当中 提到 那么这里边 我们只是说 日本如果占领了 印度之那北部 那就牢牢的控制了 滇越铁路 那么 再通过这条铁路 进行运输 已经不可能 有任何机会了 对中国合围 第二层意思 那么日本 进攻东南亚 将取得一个 非常好的阵地 但是日本当时呢 没有贸然行动 只是采取试探的方式 进驻了 印度之那北部 那么进驻 又不是发生战争 没有和法国 在这里的殖民军 发生战争 那么所谓的进驻呢 法国军队 也没有进行缴械 双方呢 倒是相安无事 你干你的 我干我的 法国殖民当局 也得以保留 只不过 要听命于日本军方 那么日本军方 成了法国人头上的 太上皇 这样的一个举动 在美国看来 日本要向东南亚 采取更大的行动 这仅仅是一个前奏 那么紧跟着 日本又向荷兰方面 提出了要求 有人比喻 好像临终逼寨一样 因为这个时候的荷兰政府 已经跑到英国去了 没有能力 再跟日本对抗了 话说 就连法国这样的强国 都没有能力和日本对抗 荷兰更加不是日本的对手 那么日本要求 核主动印度 向日本提供石油 那么说 爪哇 苏门达拉这些地方 那么它是有石油的 日本要这个 那么美国一看 这个目的太明确了 你这样干下去 就是要一步一步的 把东南亚的资源 据为己有 那席卷整个东南亚 就像我们前面讲 田中奏折里的内容 这样下去 日本将没有办法遏制它了 所以我断定 美国的信心 实际上是在这个时候 确定下来 那么对付日本 不能够再手软了 那么要采取对抗的态度 最后拿定主意 是在这个阶段 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 在这个1940年以后 它的夏天 日本进驻印度支那北部以后 我们看美国与日本的摩擦 开始越来越多 那么本来 一些相安无事的情况 现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美国对中国的援华态度 开始越来越明确 但是作为美国人来讲 它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呀 美国人希望通过小成本 小代价 来解决这个问题 虽然说我觉得日本威胁到我了 但是呢 美国人的行事方式呢 商人心态很重 不是上来就打打杀杀的 而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谈判的手段 然后把日本遏制住 让日本成一个安分守己的角色 对于中国呢 要支援中国抗战 这是很既定的 但是呢 又要考虑到中国能不能扛得住 能不能接得住日本的进攻 如果说我们给了些物资 而中国接不住了 那这个没有意义 这种援助没有意义了 所以美国人要算这个系长 那么好了 从1940年的下半年 那么美国跟日本 开始进行了一些断断续续的接触 这个接触 实际上开始让中国感到越来越不安 因为我们要说 美国并不是最先跟日本接触 而且在前一阶段 就出现过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说到1940年 仍然有这种阴魂不散的这种可能性 那么这个事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在这一阶段上讲的第二件事 远东慕尼黑 远东慕尼黑从时间上来讲 他是在1940年前后 稍微再前一件事的 靠前一些再靠后一些 那么远东慕尼黑的主角 其实是英国 不是美国 那么随着日本在中国 不断的扩大侵略权益 那么日本跟英国的冲突 开始明确起来 1939年的夏天 那么日本支持下的汉奸 在天津的英租界被杀 那么日本以此为借口 封锁了天津的英租界 并且呢 要求英方 交出凶手 那么英方的这个行政当局 巡捕房啊 公布局啊 等等 他觉得这个事 那不是大英帝国太没面子了吗 因为我们说租界啊 英国人把租界 相当于英国国土来对待 由英国人控制里边的行政 像治安权力啊 都是在英国人手里 可是这个时候 大英帝国开始耍滑头了 那么大英帝国 觉得日本势不可挡 适当的要跟他退缩 那么前文当中 我们在讲到 美国援华的时候 也提到这件事情 那么英国驻日本大使克莱奇 就与日本的外相友田巴郎 进行谈判 那么最终的结局是 达成了叫做友田克莱奇协定 英国承认了 由于日本侵华造成的权益改变 那么日本屈服于英国 那么日本方面是非常高兴的 老牌侵华国家啊 这个英国这么多的权益 英国屈服于日本 当然日本没想到 英国的背后 还有一个更难翻的山 那就是美国 为了回应英国这种行为 美国对此是不满的 那么美国对此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你不是说你要跟日本签约吗 那好 那我们美国把态度明确的表明 我们还是支援重庆的国民政府 进行抗日 那么在日本的压力下 英国还曾经一度封闭了滇缅公路 从云南向西南方向 直到缅甸 叫滇缅公路 那么把滇缅公路截断了 等于断了中国的后路 英国当时的解释是 英国势单力薄 在日本的压力下 不得不关闭滇滇缅公路 可是就在英国刚刚关闭滇缅公路不久 那么美国就以废除美日商约 来支援中国 告诉日本 美日商约到期以后 不再跟日本续签 英国人觉得很恼火 怎么这个两边差这一步呢 如果你早点告诉我 你对中国要采取这态度 滇缅公路就不封闭了 当然这也是英国人的借口 我们到讲英国的时候 还要细说他的态度 那么远东木尼黑 总的来讲他的一个意思 就是说英国希望牺牲中国 来成全日本 能够让日本拿到更多的权益 美国呢 本来不是慕尼黑阴谋的主角 包括远东 慕尼黑 跟他关系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美国 我们说到1940年的下半年 那么美国也开始跟日本接触 通过很多渠道 要跟日本方面接触 那么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是不是美国也要抛弃中国呢 中国方面会觉得 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不是会有这方面的情况呢 所以远东木尼黑这个问题呀 对于中国方面是个阴影 其实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 远东木尼黑这件事 美国不是主角 后来的美日接触 那么美国也并不是说 可以对日本牺牲到无底线的程度 那接下来就是要 我们要讲的第三个问题 那美国从1940年的年底 到1941年的珍珠港事变 长达一年的时间 跟日本谈判这么久 谈了些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 一年左右的美日谈判 主要是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 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 日本称之为支那事变 解决中国事变 日本的态度是 希望能够用他的条件 压垮国民政府 比如说 华北地区 沪宁航 广东珠三角 甚至沿长江直到武汉等地 日本要驻兵 那么其他次要地区 可以还给中国 重要地区 日本要驻兵 那么中国呢 要放弃反日的政策 跟日本密切合作 总的来讲 抛出了一个 类似于当年 吞并朝鲜的条款 那么这是日本方面的条件 美国方面呢 仍然强调 华盛顿九国公约有效 那么尊重的是 中国的合法政府 重庆的国民政府 那么日本方面呢 说你要不同意这个 那我就跟新政权合作 他指的是汪精卫的伪政权 跟汪伪合作 那么双方在中国问题上 分歧很大 那么第二个 满洲国问题 日本一直希望 美国能够承认满洲国 前面我们在讲 史丁生不承认主义的时候说了 美国是坚决不承认满洲国的 那么满洲国通知 美国外交官开会 美国外交官是一概拒绝到场 那么美国在这方面 是要看中国的态度 因为中国不承认满洲国 那么这里边 第三个大方面的问题 来自于东南亚 东南亚问题 美国希望日本就此驻守 那么你占领印度支那北部了 那么也不说 这个一定要让日本特别撤兵 但是首先要限制 日本在印度支那北部的军队规模 要说明你这个部队 在这里驻扎目的 你不是为了向东南亚扩张 那么获取东南亚的资源 也不要那么迫切 那日本当然跟美国针锋相对 日本方面 不但希望在印度支那 北部驻军 还希望在印度支那南部驻军 近占领整个印度支那 南下的企图非常明显 资源方面 日本也希望能够随意的得到东南亚的资源 尤其是石油 这种战流子 那好了 在这三个大问题上 中国问题 满洲国问题 东南亚问题上 都有这么深刻的矛盾 美国和日本之间 还因为美日商约的废除 那么带来了一些反面的作用 那我可以说下一个 叫第四个小方面 那么美国与日本的贸易问题 日本希望从美国得到他需要的原材料 像1937年1938年那样 能够得到钢铁 甚至是石油 以及航空器材 这些日本最需要的战争物资 而美国呢 采取的是名单越来越严格 从航空器材开始搞的道德禁运 那么接近往下 在这废钢铁禁运等等 两国谈判期间 由于日本1941年的7月 占领了印度支那的南部 美国更进一步的把石油纳入禁运范里 你日本越过分 美国越要采取措施 石油为禁运 同样由于美国废除了与日本的商约 英国随之跟进 英日商约 以及英国控制下的印度 缅甸都与日本废除了 废除了印日商约 缅日商约 这样等于 日本在整个东南亚到南亚地区 很难获得稳定的资料 这些个物质资源 英国后来跟进了 这样看来呢 首先得搞定美国 让美国愿意跟日本贸易 英国才会恢复从日本的贸易 所以美日贸易问题 这是一个大问题 那么再在这些问题的 总的背后 我们看到谈判当中啊 美国人是有一些灵活态度 比如说 在中国的撤军问题上 美国曾经一度后退过 那你说美国 最关心哪个问题呢 这里边我们要说最后一个 也是美国最最关心的问题 叫做三国同盟问题 那么日本和德国意大利 在这个时间 已经结成了三国同盟 那么日本驻德国的外交官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日本军部经过斟酌在山 跟德国意大利结盟 可是三国结盟的后果是 那么德国他的矛头 对准了欧洲残存的英国 当然英国背后是美国 美国一直在支持 支撑着英国 那么矛头实际上瞄准了美国 1941年 美国和德国之间 甚至处于一种 这种神秘的 接近于宣战 就差最后宣战那一下 那么作为德国来讲 轻易的不愿意打美国 这么个强国 美国来讲也不希望说这个 在德国尚未进攻美国的时候 对他宣战 这个也很难说服国内的舆论 那可是就到了这个情况 就箭在弦上 不得不发 如果日本跟德国定立了攻守同盟 那这样一来 如果德国对美国作战 日本就要卷入 对于美国来讲 已经看明白了 德国和日本两个法西斯国家 最恐怖的还是德国 力量强的也是德国 所以叫先欧后亚战略 那为此呢 美国希望对日本做一些让步 来分化三国同盟 甚至前面那四个问题 美国可以适当的做一些让步 比如说美国和日本的贸易 可以 可以跟你先打一成一个 六个月的临时协议 咱先用着 有什么贸买卖先做着 那么中国问题 不要求全部撤军 满洲国问题 美国表示 可以来个事实上的承认 国际法上我们不承认 事实上承认可以 东南亚 美国也不再压着日本 东南亚搞得那么紧 这几个问题上 美国都可以妥协 那好了 我们把这五个问题 说完了以后 大家看到 最重要的实际上 最后一个 三国同盟问题 美国不希望两面作战 所以希望先稳住日本一头 那么为此呢 可以在其他方面进行妥协 当然了这个妥协后来由于中国方面跟荷兰方面的反对 那么美国的这种妥协没能够成功 那么美国在这里边总的想法是不打仗的办法遏制一把日本 不要让日本这个变得肆无忌惮的可以扩张 所以这是美国方面的算盘 并且呢尽量的限制日本 在这方面具备这样的力量 这是美国在这方面的一个想法 那么作为日本来讲呢 日本在这个时候表现了贪得无厌 那么包括后来一些日本方面的专家回忆 说呀 帝国最不该对抗的其实就是美国 你要走错这步棋 就是美国 日本的史学家五百期头真 在日美关系史当中回顾到这段时候 谈到 说呀 日本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跟美国对抗 那么真的是没有胜算 相对而言没有胜算 可惜的是 这只不过是二战以后很多年 大家回忆起来的一个看法 日本当时国内也有少数人看得清楚 但是这些人没有话语权 日本国内充斥着这些认为可以速胜美国的军国主义者 那么在这些问题上坚持顽固不化的政策 1941年的6月 德国进攻苏联 那么日本方面经过再三斟酌 觉得南下的机会到了 这个时候应该集中力量南下 那么趁着苏联不能在北方牵制日本的机会 南下夺取东南亚 那么日本把矛头对准南方 刚才我们提到的 占领印度之道南部 就是这件事的一个表现 那么日本胃口已经变得很大了 已经快到了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的地步 中国挡不住我 英国屈服了 荷兰不是我的对手 那下边就应该打美国了 如果美国不接受日本的要求 日本就要打美国 今天我们看来是很愚蠢的一件事 在当时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开始越来越不顾及这些问题 由于没有办法下决心对美国作战 第三次建位文魔内阁终于倒台了 取而代之的是 军方完全控制了东条英机内阁 那么东条内阁1941年10月组成 他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准备对美作战 当然日美谈判已经进入到尾声 这个时候双方都有这个感觉 日本想结束谈判 美国也预感到了 日本在谈判桌上将越来越不好对付 那么这个时候 双方还要再打一些烟雾弹 前面我们提到的几个问题 还要各自提出各自的想法 那么先是美国主动抛出了一副 和缓的方案 希望日本能以拆散三国同盟为条件 争取日本同意 那么结果这个方案两边不讨好 美国的这一方案被日本所否决 而中国英国荷兰对此多多少少的都有些意见 美国的盟国也不买账 这个时候美国的态度进入到11月末 美国的态度开始明朗了 美国国务卿赫尔抛出了美国谈判的底线 那么关于这几个问题 最后要达到的是 中国问题必须要恢复 三七年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况 满洲国问题 美国仍然不予承认 并且呢 要求中国和日本直接谈判满洲国问题 并且在满洲国问题 美国介入达成协议的情况下 要求日本从满洲撤军 甚至要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情况 我们看强硬的多 那么印度支那 先行从南部撤军 再考虑从北部撤军 那么也是要日本把占领的印度支那 吐出来 美日商约问题 那只有在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才谈 那么日本三国同盟 日本要澄清 到底对德国承担什么样的义务 可以说这已经达到了最后的这个程度 日美矛盾一触即发 日本收到这个条件以后 觉得美国根本没法谈了 到了这一步 谈判根本不可能成功了 而这个时候 因为日本攻击珍珠港的舰队 走的是最恶劣的北线 已经出发了 那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态度耐人寻味 一方面还想争取一下这个谈判成功 另外呢 又想把战争责任推给日本 那么这个时候 罗斯福甚至最后直接拍电报给日本天皇 那么希望美国总统罗斯福 要跟日本天皇一起能够找到一个 驱散乌云的办法 可以说这是最后做的一个表态了 日本方面把这封电报扣押了 真正交给天皇的时候 那么珍珠港战斗已经打响了 可以说双方都在算计对方 那么日本千算万算 珍珠港一时间取得了战术上的成功 却没想到攻击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美国方面也是反复的算计 当然今天有很多的说法 众说纷纭 比如为什么攻击珍珠港的时候 这个几艘航母都不在港内 只是一些其他的辅助舰值 还有一部分飞机在港内被摧毁了 那么是不是美国方面提前破译了这方面的情报 而故意引日本开第一枪 要不然美国没有办法对日本旋转 那么这是有争议的在里面 但是也有一种说法认为 这个美国是没有料到日本敢进攻珍珠港 因为美国看来 这个日本在东南亚动手是肯定的 可能会先捡着英国在东南亚 荷兰在东南亚殖民地进攻 或者最多打一打菲律宾 那是美国殖民地 直接打珍珠港 那是美国本土啊 考虑到日本没有那么强的能力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美国就属于算到了日本进攻 却没想到日本怎么进攻 好了我们好久 刚才谈了一些中国的态度 中国这个时候干嘛呢 中国正在跟日本正在进行艰苦的长沙会战 那么长沙再次进行了拉锯战 之前已经有过长沙会战 这是第三次长沙会战 双方已经在打起来了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 从一开始讲的是 援华抗日 敌以名有未定 引有杀敌 到这一步已经算很成功了 之前的几年 尤其是39年到41年这两年 苦称待变战略 取得了重大胜利 那么终于 日本对美国的珍珠港发动了偷袭 美国对日本宣战 中国也在跟日本大规模交战已经四年多了 918事变到现在十年有余了 中国正式的对日本宣战 随后 德国意大利两国对美国宣战 那么美国这边的同盟国 包括中国在内也在对德裔两国宣战 世界大战达到了一个最大的规模 那我们看整个这一段历史 通往珍珠港之路 跌宕起伏 整个过程当中 美国用自己的方式 在计算它的特殊利益 局部情况下 甚至牺牲一下中国 牺牲一下英国 无所谓 但是美国的大方向 仍然是放在抗日的方面 日本呢 为了扩大自身的权益 甚至最后不惜对美开战 用这样的办法 那么成就了一时战术上的成功 和战略上的彻底失败 中国的引有杀敌策略 非常成功 那么到这个时候 可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 已经熬过了最艰苦的时代 那么 随后 中国跟美国要进入同盟时代 好了 在一开始我们说了 以美国参战为界限 三一年到四一年 这十年当中 是美国对日本 对中国关系的第一个大的阶段 那么这一阶段 又有哪些特点 需要我们总结呢 好 下一部分 我们再跟大家说 这一部分 关于通往珍珠港 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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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